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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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一一班陳逸童 我今天要介紹的圖書是 《要顧動物》 我最喜歡的一版 就是第28版和第29版 在家也能幫忙 我們可以思考在日常生活裡 能夠做什麼來保護環境 盡自己所能去幫助動物 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你可以做的事有 回收垃圾 循環再造 種植樹木 拒絕使用膠袋 關掉不必要的電源 可以的話就多走路 我相信做了這些的話 我們就可以保護動物的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本書的話 就可以來圖書館借的了 我的圖書介紹就介紹完了 大家好,我是三尾班陳怡婷 我很開心因為可以跟大家介紹我最喜歡的圖書 我最喜歡的圖書是 《萬物大百科》 它是給喜歡思考和好奇的小朋友看的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我最喜歡看的是十八至十九二頁 它是講不同的語類 在不同的地大 分為四個地大 第一個是透光地大 第二個是漠光地大 第三個是五野區 第四個是超深淵大 超深淵大 人類是沒有辦法到達的 所以科學家對超深淵大的認識都是不多的 如果大家對科學和海洋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看《萬物大百科》 大家好,我是三尾班王希晴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本我最喜歡的圖書 書名叫做《屁屁精探婆婆消失的便當之邁》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屁屁精探是怎樣破案的話 那就等我讀給你們聽吧 是這位小姐吧 我們好在來晚了 喜斯漢堡上面已經有了此行 被釘上的果然是喜斯漢堡 你有看到犯人嗎?沒有啊 不過我好像看到一個人影跑向二號車廂呢 我到了二號車廂 大家好像都在用餐呢 這女也許會有跟這個喜斯漢堡上的此行 相同的人呢 不知道會是哪位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屁屁精探是怎樣破案的話 就可以來圖書館看這本書 今天很高興邀請了幾位同學來分享一下 圖書館裡面他們最喜歡的圖書系列 大家好我是王黎明 我覺得圖書館裡面最好看的書 就是這一套風之谷大冒險數學枕頭 原因很簡單 這一套圖書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數學知識 而且漫畫風格很有趣很有吸引力 我每次看到都不能放下一本書 大家好我是陳心悠 我最喜歡的是童話夢工廠 這套書是由本地著家改編了經典故事的童話故事 將兩個不同的經典童話故事 重新組合成為一個新的童話故事 感覺很新鮮 圖書館裡面有很多本童話夢工廠 我真的很希望最後可以全部看完 大家好我是林思琦 我最喜歡的書當然是大精探福爾摩斯 大精探福爾摩斯的內容很吸引 又可以訓練精探頭腦 情節緊張又刺激 我相信有很多同學都跟我一樣 很喜歡看這一本書 大家說是吧 是呀 聽完你們這樣說 真的很難說哪一套圖書是最受歡迎 不如我們就著自己的喜好 來給個分數 100分是最高分 你們會給多少分呢 風之谷大冒險數學神偷100分 童韋夢工廠100分 大精探福爾摩斯100分 不如我們邀請下其他同學來給分 填下Google 4 大家看下這三圖書 你們會給多少分呢 二十四圖書